心肌炎是一个潜在的可怕疾病 发生的机会不高 心肌炎常常是一次感冒 或者一次好像没有什么症状之下 你说每个感冒都会发生心肌炎 不是 非常少数会发生 但是因为感冒人太多了 心肌炎绝大部分绝大多分会自己就好 结果你感冒不舒服几天自然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持续不好 就必须要想到 如果老的人会心肌梗塞 心脏疾病 或者是年轻人就要想到是不是心肌炎 就要记得去找医生 找X光做超音波是不是功能变差了 如果心肌炎应该住院治疗 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绝大部分 90% 95%都会自己就好了 就过了 只有非常少数的会进展到 需要装叶克膜 那这个情形 一旦装了存活率七成 这个以前在观念还没到的时候 心肌炎产生的医疗纠纷不算少 很多就是因为心肌炎没有被准断出来 现在因为观念进步大家都知道 这些可能是心肌炎 突然变差了 所以要去找医生看一下 如果他持续变差 例如说他会变喘 本来要吃的 小朋友本来吃得下 然后肠胃突然吃不下 活动力变得很差 那就是说我们就会怀疑 是不是有新的感染 还是真的心肌炎 就要自如去做超音波 去测这个心肌指数 是不是爬起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高度怀疑是心肌炎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在家里人治疗 这必须要到医院来给强性剂观察 因为他很有可能会进展到急救 心肌炎前兆有时候是类似感冒症状 因为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的症状 省省 怯怯 有时候有种症状常常会被忽略的 吃不下 其实那是心脏衰竭的一个症状 大家以为肠胃症 通常他是用临床诊断 通常一般来讲他看心电图 看X光片抽血 心肌酵素高 然后X光片有花花的 血压低 心跳快 就要开始怀疑 那种事情 但是去看什么 你还没睡觉 那种事情 看来面当车的